屏東小琉球可以看到人潮滿滿 湧入大批民眾登島 因為近期花蓮地震頻繁 許多民眾改往到屏東小琉球旅遊 不管在哪裡到處都是排隊人潮 而在小琉球最受歡迎的浮潛活動 也有許多民眾等候下水浮潛 小琉球旅遊業者表示 這幾天陸續都有接到民眾詢問 一天至少都有五到六組的客人 來詢問到小琉球旅遊的問題 由於近期花東地震頻繁 許多來自花東以及北部的遊客 都決定到屏東小琉球遊玩 業者也表示 目前平日的訂房日都來到七八成 假日的話訂房率幾乎客滿 民眾如果要安排到小琉球遊玩 最好還是先提早規劃準備